荣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不如连续点击的伤害高 而且只要点的越快 伤害就越高 看到这里啊 单身玩家可能暗暗偷笑 是时候担心我的手术了 但是任你手术再快 也比不上电脑的速度 这不马上就被一些玩家发现 用自动连点能使一技能伤害爆炸 就像这样 看着扎连的输出几乎秒杀一切 不过还好官方昨天及时修复 不然在这变态的家庭林下 王者荣耀肯定是失衡便宜 那与其他射手不同的是 萌芽虽然是一名射手 但却主要靠技能打输出 我玩的时候啊 就感觉技能冷却非常快 很多时候都感觉没有平衡的必要 而官方好像也注意了这一点啊 所以根本就没有给萌芽攻速成长 不信你们看 不出任何装备的一级萌芽 和十五级的萌芽攻速都是零 这对于一个射手来说 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呢 虽然技能冷却很快 但萌芽的平衡也并非用不着啊 他毕竟是射手啊 总要推塔的 你说是吧 他经过测试发现 萌芽的右手加特林普攻距离 比左手加特林普攻的距离啊 要远一些 利用右手攻击距离更长的特点啊 可以做到塔外点塔的操作 萌芽的一技能扫射效果很是酷炫 手感印象也是非常不错 但是总感觉前期的伤害有点让人着急 同样是扫射 你看人家马可和鲁班 这伤害差的不是一点点 不仅伤害比较低 而且萌芽的一技能能触发的装备效果 也少的可怜 经过测试啊 墨射和电刀的被动啊 萌芽的一技能都不触发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 可以暴击 可以触发影韵的被动提升10% 一速 所以在出影韵之后啊 一技能扫射减少10% 一速的负面效果 正好被影韵的被动效果所弥补 这样就能以正常的一速来扫射 虽然一技能伤害不在力 但是一技能可以用来快速回复能量 使自己达到狂热状态 看这发热的加特林 你以为会提升伤害 其实不然狂热状态下 扫射会有个贯穿效果 会对后续的敌人造成50%伤害 并且狂热状态扫射距离 会比非狂热状态扫射距离 远一个身位左右 要说一技能比较简单无脑 那萌芽的二技能就然摸不到头脑 二技能的子弹反弹 被广大玩家戏称为打足球 但是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 可能是王者峡谷墙壁凹凸有致 这二技能反弹方向 总不按我想象的路线走 纵使狂热状态有十发流行弹 有时候也会陷入一发不中的尴尬局面 你说这甘将雌雄双剑不中 可以说是敌人走位好 但这萌芽的二技能重不重 就真的很随眼了 我看不如干脆改名随元弹好了 虽然反弹很玄学 但是没有强体时攻击距离还是可观的 虽然是比不上什么大刀周际导弹那么夸张 但也算得上是一个短程导弹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别人贴脸时 二技能是几乎打不出伤害的 就好比网上的二技能只有在最远端打出爆炸输出 萌芽的二技能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只有在重炮发生分裂的地方 命中敌人才能打出高额伤害 想把这个距离把控得当会相当苛刻 近一点或者远一点都不行 而实战对手不会像傻子一样不动让你瞄 所以二技能还真的就是随元弹 运气好输出炸裂 运气不好这也空 不过有力也有弊 我发现可以利用重炮触碰敌方小兵 也会分裂的特点来进行对线消耗 那比如说我们这一波用二技能去打木偶 我发现对木偶造成的伤害很低 但是站在后方的鲁班是满满吃下了分裂战的伤害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这点在敌人对线的时候 当敌人站在小兵后面一个身位左右的时候 利用这个小技巧让二技能伤害最大化 理解气难应该不难 但是实战想打出这种效果 我估计还是比较考验玩家操作了 所以萌芽的核心玩法还是在于大招的远程支援 他的大招范围也多恐怖 最大范围几乎能涵盖半个地图 但是大招需要蓄力 这一点就跟苏联的大招比较像了 那蓄力满之后 在大招范围内 不管自己还是队友攻击到了敌方或者野怪 萌芽都会自动发射导弹进行追击 也就是说萌芽虽然是个射手 但我觉得它更适合走中路 利用大招的远程支援根本不需要咬走 中路守塔的同时放个大招就能支援上下路 运气好还能收个人头 真正的掌控前级有没有 那各位先友们 你觉得萌芽成为中单的玩法如何呢 欢迎留言评论 我是张倩 我们下期再见